我爱你们 我来自俄罗斯 我的俄罗斯的名字叫 谢尔金弗拉基斯拉夫 亚历山大维奇 各地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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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不是很长 没有记住 没关系 我有中文名字叫卷福 我来中国四年了 我非常热爱博大精神的中国文化 但是中国汉字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 比如说 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中国的数字 一 一道刚 二 两道刚 三 三道刚 哦 是不是很简单 我终于找到了中国数字的规律 一 二 三 三 接下来 四 喂 为什么 刚才有规律了 画面就没有规律了 难死包包了 咱们不讲数字 去解讲文字吧 这个字 念大 大就是大小 如果给这个大家上一个小点的话 它就会变成太 太大也很容易理解 如果去掉这个小点 放到上面的话 这个字就变成全 全是狗狗的意思 为什么 狗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跟狗有什么关系 男子包包了 我朋友跟我说了 全是象形文字 上面的点是狗狗的耳朵 中国有很多象形文字 比如说这个字 念旅 上面一个口下面一个口 我朋友跟我说了 这个字在中国古代的意思 是两个人在接问 那位又来了 这个字 三个口 念品 难道是三个人在接问呢 那位又问题来了 这个字 四个人 背绕一条狗 接问 为什么 这是什么怀念呢 我还是一个小孩子 想死爸爸了 咱们不讲文字 直接将声调 作为一个老外 声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比如说 今天 今天上台之前 我学了这个词 后来 我在后台遇到了丹丹老师 丹丹老师 丹丹老师跟我说了 这个词儿有两种读音 比如说 台上这两位 这位是郭大爷 那位 对叫 冯大爷 哇 为什么 太难了 难死爸爸了 还有更难的 我跟你们看 我根本无法理解 问 瞎选了 我们去滚雪球吧 滚 那到底我滚还是不滚 郭老师 请告诉我 滚不滚还是不滚 滚 还有更难的 我大酒去二酒家 找三酒说 四酒被五酒 偏去六酒家 同七酒放在八酒柜子里的一千元 我到底哪知道 谁是谁的舅舅 谁多了一千块钱 还有更难的 有一天 我的朋友跟我说了这句话 不好意思 我去方便一下 后来我问了朋友 方便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是上厕所的意思 那后来有一位美女跟我说了这句话 你方便的时候 我请你吃个饭 why why 还有更复杂的 我根本无法理解 中国有一个东西 它居然叫这个 方便面 why 为什么 太难了 太难了 不过我想 中国文化博大精神 作为一个老外 我不懂 还是蛮正常的 但是自从我遇到了这个字 我就非常崩溃了 我学了三年才能把它记下来 我给你们画 我给你们画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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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这个字就是 我 我忘了 我忘了 why 为什么 我忘了 就是 对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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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表 没办法学会 但是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中国人民 能学会那么大的汉字 给你们赞